哈囉各位客觀 大家安安 我是人稱歷史系小編 風流替檔的多藍編 那今天要講的古是 好萊塢視覺特效演化史 現在就帶你回到 90年前第一屆奧斯卡頒獎典禮 來看看好萊塢的視覺特效 是如何演進的吧 1927 年由美國派拉蒙電影公司 製作的鐵翼雄風 是世界唯一奧斯卡 最佳工程效果獎的得主 同時也拿向當年的最佳影片 鐵翼雄風 講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兩個飛行官愛上同一個女人的故事 當時電影中的效果 根本不是用電腦繪圖 也沒用綠幕 而是依靠工作人員精心動手製作 其中一幕攝影機固定在 飛機螺旋槳後方做拍攝 可謂電影最精彩的畫面 讓了佩服當年製作電影的 幕後工作人員 媽啊 不要再問為什麼我跪著看電影了 來到1939年 好萊塢當時頒發的是 將音效與視覺納入 一起考量的最佳特殊效果獎 當年頒給了電影 雨季來臨 而雨季來臨中的水災畫面 也可說是災難片的源頭 童年入圍的作品 還有迪士尼的經典之作 綠野仙宗 那值得一提的是 據說當年綠野仙宗的特效團隊 為了打造一匹紫色的小馬 還使用了沾著顏料的果凍粉 塗抹在馬身上 電影中還依稀可以看見 馬一直想填果凍粉的畫面呢 隔年1940年 頒給了電影 巴格達大道 以獨特的阿拉伯風貌 獲得評審青睞 特效大師Larry Barter 也透過藍幕技術 將古老阿拉伯神話 搬上大螢幕 而這項特效技術呢 也深深影響了電影圈 好一陣子呢 1942年 頒給了野風 而當年的對手 叢林之書 之後也被迪士尼 改拍成動畫片 森林王子 並在2016年 開拍真人版 與森林共舞 也拿下了89屆 奧斯卡最佳視覺效果獎 兩部電影時隔75年 都入圍 同一個獎項 也讓了一驚 哇 好萊塢的視覺特效 轉變真的是如此之大 1960年代 好萊塢開始新奇的 史詩電影的風潮 1963年呢 視覺特效 終於有了屬於 自己的獎項 最佳特殊世效獎 那年頒給了 影史經典 埃及艷後 當年為了籌拍 埃及艷後 製片商 20世紀福斯 花費了大量資金 去還原歷史中的場景 另外 演員在拍攝中擦出火花 進而導致婚外情等醜聞 也都影響了電影票房 雖然最後 埃及艷後的票房 高達 5770萬美元 卻也無法回收製作 與行銷成本 幾乎讓製片商 瀕臨破產 1965年獲獎的 《歡樂滿人街》 被認為是動畫和特效首次結合的經典大作 那電影中許多特效都是第一次嘗試 像是飛天 上屋頂 收玩具等等 也運用了 吊鋼絲加黃木 遮片技術 停格動畫等技巧 也在當年入圍了13項奧斯卡 也是迪士尼入圍最多項的作品 那近期上映的續集 《愛滿人街》 用更崭新的視覺技術 帶領影迷重溫當年電影所帶來的視覺饗宴 1968年最佳特殊市校獎 頒給了經典科幻電影 2001太空漫遊 那好萊塢的電影題材 也從描繪地球的面貌 開始往宇宙或是近衛來擴張 而視覺特效也幾乎逼真的令人幸福 於是也有陰謀論指出 1969年 阿姆斯撞上月球是在好萊塢攝影棚做拍攝的 而後呢 經典的科幻電影也都會拿下該獎 例如ET 星際大戰系列 異形系列等電影 到了90年代 電腦繪圖被廣泛運用在電影上面 也實現電影導演所想像的逼真體驗 1993年尚未改名的 最佳特殊市校獎 頒給了侏羅紀公園 而該電影也是第一部 廣為人知使用電腦繪圖製作動物的電影 並成為影史視覺特效的一個里程碑 話說小編小時候看侏羅紀公園的時候 媽媽都跟我說不乖的話會被恐龍咬死 到了1996年最佳特殊市校獎也更名為最佳視覺效果獎 那隔年頒給了全球影史第二賣座的鐵達尼號 那電影團隊呢用96處電腦特效 將虛擬的天空、海水、碼頭與岸上的人融合在一起 以大量的電腦繪圖來呈現鐵達尼號壯闊的沉默場景 Roth, you jump, I jump 時間來到了21世紀 2008年頒給了班傑明的奇幻旅程 這部片非常神奇的將飾演主角班傑明的 布萊德·比特給年輕化及老化 那特效團隊利用3D掃描儀 將主角班傑明在不同年齡的頭像變成虛擬人像 藉助動捕裝置 記錄演員布萊德·比特的臉部表情 最後再將虛擬模型與臉部捕捉的技術結合 創造反老還童的過程 隔年的阿凡達更是創下視覺特效的另一個里程碑 不僅是全球影史最賣座的電影 也將那美人所居住的潘朵拉星球打造得栩栩如生 電影所使用的3D拍攝技術 更是成為後世動作冒險片的典範 此後戲院開始增設3D影廳用來播放此類電影 2010年為了因應CG時代 奧斯卡特別將最佳視覺效果獎的 三位入圍名額擴增成五位 那每年的入圍或得獎電影 也都突破了視覺特效的極限 創造更逼真的世界 以上就是奧斯卡特別企劃 那留言在下方告訴我 你最喜歡哪一部電影的視覺特效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不要忘記按下讚 想看更多影片記得訂閱 InCG官方頻道喔 那各位客觀我們下次見 掰掰 比8 änderres 預け 2 4 7 20 20 21